萧华欲打破历史陈规,三项新规加持,科比81分或不在世神纪近几年联盟盛行小球打法,在小球时代的影响下,打个子已经不怎么吃香了,如贾利尔奥卡弗这种传统型中锋,移动速度较慢,跟不上节奏,没有三分技能,在今夏自由市场,基本是无路可走的处境,幸亏提胡提供了一份部分保障合同, 不然恐怕就得彻底失业了,已经在联盟证明过自己的护华的日子也不好过,只拿到了一份500万美元左右的中产合同,昨日,据明基沃纳·罗斯基报道,NBA赛事委员将对现有规则,提出三条整改意见,三条新规,总结下来就是八个字,提速,加延吹罚尺度,以后联盟传统大个字将越来越难生存,消滑欲破历史陈规, 三项新规加持下,可比八十一等或不再是神技,先来看看这三项新规的具体定义,一,抢下进攻蓝板后的二次进攻时间,由24秒缩短至14秒,二件化进攻路径犯规判罚标准,三,扩大了以犯规的定义, 咱们一条,一条的分析,先来看第一条,二次进攻时间改为14秒,这一手规则修改,无疑是希望进攻节奏再提速,24秒太慢了,缩短二次进攻时间,鼓励球员快速得分, 这一点正符合小球时代的特性,但有力也有必,缩短二次进攻时间,可以提升观赏性,打出漂亮的进攻,但同时也弱化了进攻质量,抢下进攻蓝板后,只有14秒组织进攻, 如,和串联各个队友,组织一次有效的进攻,到时候难免手忙脚乱,陷入单打的境地,至于第二条和第三条,大致意思相差不大,都是帮助裁判加延吹罚使度的规则整改,第二条,简化进攻路径犯规判罚标准,换言之就是裁判不需要再去判断防守球员, 是否处于进攻球员与篮筐之间等等,还有其他一些条条框框的繁琐细节,也都不需要去遵守了,方便裁判随时随地向上,第三条,扩大恶意犯规的定义,通俗讲就是以前对恶犯的定义太宽了,以后要更加具体,更细化,越言越好,这两条规则如果在NBA委员会整改通过,以后可就真是体毛吹罚了,随随便便碰一下, 哨子就想了,新规的提上日程,无非是想让规则更加适应小球时代的打法,以前联盟提倡身体对抗,提倡阵地战,现在提速后,旧规就有些跟不上如今的节奏了,以后比赛的总比分, 大致趋势应该会持续刷新历史新高,同时提速后,球员的单场得分或许会有突破性进展,进攻回合暴涨,球员单场得分也可能会持续刷新历史记录,科比单场81分,或许以后也不再是神技,规格修改有好有坏, 但对于小编这种老球迷来说,还是觉得以往那种一板一眼的阵地战,突入内线强势暴扣,直接上身体的对抗更有激情, 现在一味的提速强调外线投射,加强判罚尺度,突破变少了,精彩的扣篮也越来越少,总有点把位的感觉。